147 東方日報 高調紀念胡耀邦安撫黨內自由派 2015年7月15日兩岸A29神州觀察首報以胡耀邦為主角的電影 日前在胡耀邦家鄉湖南省樓陽市正式開機 這是中共高調紀念胡耀邦誕誕100週年 讓胡耀邦的名字走出官方禁忌的一大突破 第五代顯然想通過此舉 安撫黨內自由派 以緩和左右衝突的政治矛盾 自第五代上台後逐步放開對胡耀邦紀念的限制 包括相關的紀念文章獲放行 民間祭殿活動不阻撓 2013年4月15日胡耀邦幾日 《解放日報》 《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開文到念胡耀邦 而今年底胡耀邦誕誕100週年紀念 習近平還可能親自參加 第五代高調紀念胡耀邦 既有家庭淵源 亦有政治考量 眾所周知 上世紀80年代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婚 與胡耀邦在政治上走得狠近 當年胡耀邦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被迫剛辭職 唯有習仲婚拍漢而起 為其名德平 事後 習仲婚也在政治上失勢 正是這個原因 習是一門與胡家大小有很多共同語言 習近平本人與胡耀邦而指胡耀邦也有心效私人有義 一圓一硬緩和矛盾句說 習近平在十八大上台前 曾與胡耀邦有過一次蓄實長談 希望胡耀邦利用其影響力 幫助穩住局勢 做好黨內自由派人士的工作 習近平頑讓胡耀邦以特事之名到訪日本 繼續其父親做日本青年工作的傳統 拓展對人民間外交 早前日本三千青年訪華 中方高規格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儀式 以習近平還親自出席,完全出乎一方的意料 這背後有傳是胡得平在法公 胡耀邦是黨內自由派的圖騰人物 諸多黨內人士以紀念胡耀邦為名 對當前的時政進行猛力抨擊 早前的憲政風波便時典型一例 這些黨內自由派與社會上的自由主義 這遙相呼應 上下齊動,形成動振之勢 每每一個社會議題軍會爆發與左派的論戰 這種左右之爭 已成為中共政治的獨流 消耗了當局巨大的精力 而且還動搖民意基礎 導致社會難以穩定 在這種背景下 第五代採取打壓與安撫兵具的方式 瓦解左右之爭 對謊言無忌 屢屢觸犯宣傳底線的黨內自由派雜誌 炎黃春秋進行壓制 同時對左派的網絡陣地烏有之鄉等 亦採取豐芒措施 另外,又通過紀念 胡耀邦、鄧小平、毛澤東等人誕臣 對左右兩派都進行安撫 期望他們能夠放下爭議 團結一致向前看 第五代一軟一硬 客觀想確實起到了緣和矛盾的功效 不過 中國社會轉型面臨的利益之爭 主義衝突 已經無法用一個思想 一個主義統一十三億國人的認識 毛澤東當年也說過 黨內無派 千奇百怪 第五代要想徹底美平各種政治紛爭 已經不可能 胡耀邦脫民之後 趙紫陽的問題 六四問題也將接種而來